1974年日本东京皇家饭店的电梯间内 发现了一具被戾气刺死的男性 死者是一位名叫霍华德 来自美国的黑人 而案件的背后却是一个充满虚伪丑恶残酷的真相 和那极为挣扎又无法直视的人性 今天为大家带来与江湖穿乱部横沟正史齐名 日本推理文坛武将之一森村成衣的经典代表作 人性的正宁 这起案件最奇怪的地方 就是根据目击者的口供 死者一直用自己的风衣遮挡住腹部的匕首 亮亮呛呛地来到了皇家饭店 说明他在被伺候既没有选择叫救护车急救 也没有选择报警或是说出凶手的身份 很有可能是在为了保持清醒 带有明确目的且有意识地来到东京皇家饭店 去做一件事或是见一位重要的人 而死者乘坐的这座电梯 是从-1-2和1楼直达到酒店的空中餐厅的 今晚的空中餐厅正在举办日本杰出女性代表 美容大师巴山公子的媒体见面会 负责此案的洞居刑警快速封锁了见面会现场 不过再没有在现场人员名单中找到与死者有关的人 巴山公子是国民认定的贤妻两母的典范 他的丈夫是一位有名望有地位的一员 儿子俊平也是大家眼中出类拔萃的上镜青年 只不过这一切都是表现给外人眼里的假象 实际上这一家三口早已貌合神利 尤其他们儿子俊平表面乖巧听话 内心根本就看不起父母那虚伪丑恶的嘴眼 据调查死者霍华德应该是第一次来到日本 在他来日本之前 住在美国东部哈林区也是那里有名的贫民窟 一个每天靠出售自己廉价劳动力 才能勉强养活自己的人 是抱有怎样坚定的目的艰辛的来到日本呢 没过多久 美国警方传来了关于死者的讯息 原来霍华德父亲在几个月前身患重病 于是在他临死之前 有意地撞向了一位富豪的轿车 因此得到了一笔赔偿金 而霍华德就是利用这笔赔偿金 才足够支付飞往日本的机票和酒店 在他生前入住的日本酒店里发现了他的行李 其中有一件极为特别的护身符 那是大约二三十年前 日本十分流行地用花贝壳制成的护身符 送给刚出生的小婴儿 寓意平安健康 而这家酒店的工作人员也清楚地记得 霍华德是听得懂并且会讲日语的 以此可以推断 霍华德很有可能而是出生在日本 一位出租车司机也向警方提供了一条极为重要的线索 他是在清水台公园附近接到了这位黑人乘客 当时霍华德亮亮呛呛地走路 司机误以为对方是喝醉了酒 而且在霍华德乘车过程中 即将到达东京皇家饭店时 嘴里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句 于是警方在清水台公园展开了严密的搜查工作 也的确在此找到了一些血迹和一顶草帽 这顶草帽是日本二十多年前生产的儿童草帽 看来霍华德当时说的那句奇怪的话 应该就是草帽的英文读法 而曾经与死者一起生活在平民窟伙伴回忆 霍华德在离开美国之前曾对大家说过 可是连日本警方都不知道这个 是什么地方呢 好在洞居刑警在死者行李箱里的一本日语诗集中 找到了破解本案的关键线索 诗集中有一则关于草帽的描写 其中提到了日本一个叫做乌鸡的地方 但乌鸡的发音是可瑞四名 原来在美国东部哈林区 有很多西班牙裔的居民 这些人为了隐瞒自己的出身 故意将字母二的发音省略 所以草帽的英语 死者会说成死托哈 而日本乌鸡为了故意省略二的发音 才会说成是Tiss me 于是日本警方前往霍华德 心心念念的乌鸡 而此时的巴山议员和他的妻子巴山公子 也在距离乌鸡不远的地方召开地方演讲 原本一向注重积累人脉的巴山公子 在那天反常地拒绝了 陪同丈夫参加联谊会的邀请 乌鸡温泉旅馆的负责人表示 近期一直没有接待过外国人 尤其对照片上的这位美国黑人 没有什么特别印象 此话一出 恰好被店里的一位漂亮的店员小姐听到 他们家世世代代都在这家温泉旅馆工作 也是因此 他记得他的奶奶曾提到过 大约在20年前奶奶曾接待过美国黑人一家 之所以令他印象尤为深刻 是一位这一家三口的女主人 竟然是一位二十几岁的日本女人 这个讯息立即得到警方的重视 因为这很有可能跟死者霍华德 身世有很大的关联 动居刑警本想索要一下店员小姐的奶奶 也就是大家口中的中山阿姨的地址 谁知还没等到询问就得知了一个噩耗 中山阿姨被陌生人莫名其妙地推下了桥 虽然目前没有性命危机 但因为中山阿姨的头部受到猛烈的撞击 导致一直昏迷不醒 这也太过巧合了 原本警方还不确定20年前的美国黑人 是否和霍华德之死的案件有关 就已经有人掀他们一步出手 打算杀害知道内情的中山阿姨 不过 动居刑警还是从中山阿姨曾经写过的信件中 寻找到了蛛丝马迹 二十多年前一位黑人军官托家带口来到乌基旅行 闲聊得知其中的女主人 也就是那位二十几岁的日本女人 和中山阿姨的故乡都来自日本新凑 看来霍华德之死和中山阿姨被推下桥 应该都与这个老家来自新凑的神秘女人有关 就在这段期间 又一起离奇的案件也为整个故事带来突破性的进展 一位同样居住在东京的男士 声称自己的妻子已经失踪多日 而且在他家附近的那条马路上 找到了一些血迹和几块破碎的车灯玻璃 以及一个年代久远的护身符 里面又是罕见的花贝壳图案 跟霍华德行李箱中的那个一模一样 据了解 在日本新凑市的确有这样一个风俗 将一种花贝壳送给刚出生的婴儿 寓意他们能够平安顺遂 一生健康 通过现场留下的车胎痕迹和碎片 确定该名男子的妻子 应该是遭到一款罕见的美国产的轿车撞击 而后肇事车辆将受害者埋尸随后逃跑 不过这款车型在东京也仅有五十辆 而且能开这款车的车主们大多非富即贵 敏锐的动居刑警终于在这五十个车主中 寻找到了一个可疑人物 她就是巴山公子女士 而且巴山公子的故乡正是日本的新凑市 掉落在车祸现场的那枚护身符 应该就是巴山公子的儿子俊平所有 也就是说车祸事故的陶逸司机正是俊平 那么巴山公子女士又与霍华德被杀案有何关联呢 一个重要议员的妻子 国民口中的贤妻良母的典范 经营多家美容院和美容学校的知名美容师等等 顶着这些头衔的人最害怕什么呢 那必定是担心自己人设崩塌 形象近回 综合以上找到以及查到的线索 如果巴山公子就是杀害霍华德的凶手 那么只能说明他们二人属于母子关系 巴山公子隐瞒了过去 千辛万苦爬到了这个位置 一旦被媒体知道有这样一个儿子存在 那么后果无法顾及 现如今更大的难题是霍华德已死 警方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巴山公子和死者的关系 为此经验丰富的洞居刑警在谈话中试探了巴山公子 他先是说起了他的日本儿子也就是俊平 因为警方已经查到俊平肇事逃逸 并且如今已经下落不明 说完这些之后 洞居又开始转移话题 讲起了前段时间东京皇家饭店发现的美国黑人霍华德 以及警方目前调查到的线索 谁知巴山公子的第一反应 就是辩解自己和霍华德根本就不认识 按道理 儿子俊平出事 作为母亲的巴山公子应该十分担心和交集 也就不会再听得进去警察接下来说的无关紧要的话 这也就说明了两点 其一巴山公子已经知道他的儿子俊平的所作所为 而且也是他安排俊平在撞死行人后躲了起来 其二 在这种情况下 巴山公子的第一反应是撇清他与黑人霍华德的关系 而不是询问俊平的进展 说明他很有可能就是杀害霍华德的真凶 但如今没有任何致命性的证据可以指向巴山公子 好在这段期间 之前被人推下桥的钟山阿姨逐渐恢复意识 奇怪的是清醒过来的钟山阿姨迟迟不肯说出害他受伤的凶手 虽然钟山阿姨没有指认推他的人就是巴山公子 但他还是清楚地记得当初那个黑人小男孩的名字 也就进一步验证了警方的猜想 如今能瓦解巴山公子的就是他一直最为看重的东西 那就是名誉家庭和地位 但这个家庭并不是他内心真实的家人 而是家庭为他带来的荣光 也就迎来了整个故事最有深意也是最为精彩的桥段 警方先是找到了巴山公子的丈夫巴山一元 毫无婉转直截了当地告诉他 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 一条是夫妻同心 生死与共 和巴山公子一起毁灭 还是说舍弃巴山公子这颗棋子明哲保身 毫无疑问 巴山一元当即登报宣布与巴山公子断绝关系 同时也在离东京不远的酒店里 抓住了肇事逃逸的俊平 俊平描述 当他撞人的第一时间就给母亲打去电话 没想到巴山公子第一时间赶到 和儿子一起将这名伤者埋在了森林深处 也是他为俊平安排好一切和善后处理 尽管这样 巴山公子在俊平的眼中 依然是个虚伪丑恶又狠毒的母亲 如今看到丈夫与他离婚 儿子被逮捕后依然对他诸多埋怨 也就卸下了心里的最后一道防线 二十多年前 巴山公子被家人抛弃 独自一人来到了东京 也是在那个时候结识了 可以互相依靠的中山阿姨 在战乱的年代 能够有足够的食物活下去 就已经是一种奢望 这时他结识了一位黑人士兵 在他的庇护下 巴山公子过上了暂时安稳的生活 也诞下了一个男婴 也就是霍华德 后来又在一个小档口里 经营一家小理发店 几年之后 黑人士兵收到了回国的命令 按照当时的法律 黑人士兵是不能够带着 巴山公子一起回国的 当然了 巴山公子本身也并没有 十分想和他一起回美国 于是就在那次全家一起出游 算是他们的最后一次旅行 巴山公子和中山阿姨重聚 讲述了这些年他所经历的一切 后来 黑人士兵带着霍华德回到了美国 而巴山公子也成了 举世瞩目的美容大师 时隔二十年 巴山公子怎么也没有想到 黑人儿子会回到日本找他 霍华德在离开母亲后过的并不幸福 一直生活在美国有名的贫民窟 但是他坚定着信念 一定要回到日本和母亲团聚 谁知这次的见面 巴山公子的手里已经准备了一把匕首 在他们拥抱的一刻 匕首也浅浅地刺向了霍华德 因为当霍华德发现母亲对他的这一举动时 彻底心凉 也就击碎了他对生活的全部希望和向往 也许是巴山公子的些许犹豫让他感到欣慰 妈妈 我 邪魔了 于是为了母亲 他狠狠地用匕首刺死了自己 在霍华德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还是选择去东京皇家饭店 站在远处 只要远远地再看母亲一眼就好 想到一个人忍住所有悲伤难过 和临终前身体上刺骨的疼痛 霍华德当时是多么无助又心酸 就好像对中山阿姨一样 他原本是想杀掉这个唯一知道他过去的就相识 可是将中山阿姨推下去的那一刻 又后悔了 于是又将他救了回来 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真相 很难定义这个人是绝对的好与坏 只能说他还有一点人性 洞居刑警曾问过巴山公子 即使放弃了那么多 甚至舍弃了最宝贵的情感 拼死努力掌握的幸福 如今换来的一切值得吗 巴山公子认为 这一切都是他曾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来的 毕竟他已经享受到了人上人的生活 和至高无上的荣誉 但相信他在最后撕心裂肺的痛哭声中 也一定有他的懊悔和心痛 就如同作者森村成一想表达的那样 人性没有绝对的善与恶 充满着复杂和矛盾 人性的证明 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的年代 都是一部无法取代的推理小说 生涯中的钢顶之作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类推理小说改编的故事 请继续关注 我是你们的客代表 我们下期再见